前卫造型科技感十足 影响品牌厂D瓦雷 2007年在法国成立 而外电传出消息 鸿海转投资的夏普 有意出手投资D瓦雷 以目前来讲 夏普的一个品牌分布 主要还是以亚洲区为主 那么在欧美大陆的一个占比 相对比较低 尤其是在欧洲 那么这一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反而可以把整个夏普的品牌 推向欧洲大陆 郭董算盘打得金 其实D瓦雷有苹果认证 江洋生气专利布局完整 夏普一旦投资 有机会开发电视专用喇叭 退一步搭上大电视 也能打造家庭剧院 抢攻欧洲市场 郭董这招堪称一石二鸟 一定要赶快买一台 你看回家 对 你们去化妆 换完衣服 回来就有这么好吃的家里 咖喱饭可以吃的 近期郭董公开活动 总拿出夏普家电大肆宣传 其实早在八月初 市场传出鸿海 想买韩国家电厂 东洋Magic 只是最后没下闻 鸿海找机会积极并购 就是要打造品牌 家电帝国 在新闻于城湖 吴凯仲台北仓报道